蜡脆腸 它的皮軟軟QQ的這種我還第一次吃到 它的脆腸很有咬進 但是不會難咬 而且它也是很入味 咬起來的話也是有那種多汁的那種感覺 這家三合院辣脆腸 它是以輕乳為主 就是不會過度的去滷製它的食材 那食材的話有至少30種的樣子 那聽說呢 他們招牌必點的是什麼 香竹腸 然後還有泵腿 也是很多老套會點的 可是我不愛吃泵腿 所以我就沒有點 然後它所有的東西 都其實就已經有微辣了 所以是比較適合愛吃辣的人 我點了一定要點的 脆腸 還有這個就是什麼 香竹腸 試試看這個香竹腸 很辣 它有點辣喉嚨 剛開始入口的時候有點辣喉嚨 香竹腸有吸附它的那個滷汁 所以咬起來是很多汁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這個真的還不錯 真的是 脆腸 它的脆腸很有咬進 但是不會難咬 而且它也是很入味 咬起來的話也是有那種多汁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脆腸還不錯耶 比我想像中的 好吃 而且也沒有什麼腥味 不會像橡皮筋一樣難咬 所以就在這家必點 這家好吃 這家歐豆腸烏龍豆干是來這裡必吃 那它的烏龍豆干呢 差不多耶 也很嫩的感覺 來吃吃看 剛剛在點的時候他問我說要不要辣 我說我會辣 因為它們的辣好像也都是自己手工製作的 它的豆干也很嫩很多汁 就是裡面的細孔都有吸附它的那個湯汁跟乳汁這樣 吃起來有點微辣 也有蒜味 然後米血 米血吃下定了 沒什麼味道 真的假的 來來來來來 應該說 吃得出來辣醬的味道 但是你會不知道你的吃米血 吃不到蒜味 然後它的豆干就吃得到蒜味 然後米血吃不到蒜味 而且它米血是因為另外一種口味的 然後比較紮實 所以我覺得 還是方便師傅比較好吃 反正這兩家在這個太原意的市場都有 大家可以一起密密看 這家梅花肉丸啊 它的肉丸都是每天新鮮現做的 它這個就是南部口味的那個肉圓 用蒸的吃起來比較清爽的負擔 形狀真的好可愛喔 對啊 而且它在IG上面是雜咖美食喔 就是來太遠夜市大家幾乎都會拍這個 它這個很像布丁耶 它的皮軟軟QQ的這種 我還第一次吃到 我覺得還不錯耶 因為原本愛吃那種炸的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然後它裡面的肉餡還蠻香的 我覺得吃起來 其實比較像放大版的水晶餃 不過它皮沒有這麼的有嚼勁 是比較屬於軟Q軟Q的類型 這個辣燒魚蛋我看蠻多人推薦 所以也就來點吃原味看看 有那種海鮮的那種鹹甜感覺 因為魚丸 魚蛋嘛 還蠻鮮甜的 而且沒有什麼腥臭味 但是蒜味好像比較少一點 辣味咬下去有那個榨汁出來 你看還看得到那個 湯汁 它滷過的那個湯汁 它那裡滾的湯汁 然後搖完以後你舌頭會點麻麻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辣味 辣味搭自然粉好吃 但原味吃起來比較沒啥滋味 所以一定要點辣味喔 這家雙喜地瓜球 它一包是20塊 有點像石頭的形狀 吃吃看 咬下去感覺是紮實的那種感覺 是空心的沒有餡欸 酥酥QQ的 然後有地瓜的甜味 好吧就這樣 下一家 土花 這個銅薯條啊 它生意也非常好 它就是 七線馬鈴薯去擠成泥 然後再擠成條狀這樣 就是比臉還要長的那個長度 就快跟手一樣了吧 它的口味啊有很多種可以選擇 我選了一個比較清爽的日式梅子 好像很酥軟耶 嗯 有很濃的那個薯條味 酸酸甜甜的很開胃耶 我覺得梅子口味還不錯 如果就是它是油炸的東西 你加一點梅子 酸酸的那種感覺 會比較清爽開胃 這家可以 好吃 它的東西 它的肉 你看到它就是白白的沒有醃漬過 每天好像都是現串的 它就是單靠它的醬汁 在那邊反覆的刷啊 然後撒上調味粉這樣子 所以不會口味太重 它招牌必點的就是 豬肉剝皮辣椒跟芋泥豬肉 你看這兩個我都有點 然後總共點了五串 五串是兩百塊 等於一串四十 很辣 第一口直接辣喉嚨 甜甜辣辣 味道很棒 但是辣喉嚨 它的肉真的很嫩 就是跟我之前吃的那種 厭世的串燒 因為肉吃起來不一樣 它真的是嫩的 然後它剝皮辣椒給的很多 不會說哦 只是少少的這樣 它給你的是 好像還蠻多根的 然後一咬下去 那個薄皮辣椒的甜跟辣 就直接散發出來這樣 很少見 就是會有那種 串燒裡面包的是芋泥 它這樣聞起來 其實就有那種 淡淡的炭燒香味 芋泥很濃 而且超綿 又甜甜的 然後這肉很嫩 整個吃起來就是 入口即化的口感 如果你是芋頭控的話 這個也是必點 而這兩個真的要右點 因為比較少會在其他地方吃到 好爽喔 好爽喔 它這多少錢啊 上面有寫啊 哪裡啊 80 要過嗎 好啊 有點暈暈的感覺耶 應該就這樣而已 不要打我啊 這樣會殺 有有有有上天 它怎麼這麼久 對啊 有點久耶 好玩嗎 我覺得在這裡有點想吐 然後下來的時候推軟 原來還是會暈耶 我沒有坐在後面 我們坐在中間 我就開始頭暈想吐 那種心臟起伏的感覺非常大 可是它沒有 你沒有感覺對不對 我覺得還好沒有很恐怖耶 只是它時間真的是有點久 因為80塊又讓你坐直回票價 但切記你要坐海盜船啊 一定要空腹的時候來坐 不然你其實很容易會想吐 然後今天吃的東西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那個 脆腸的 梅花肉丸 你最喜歡什麼 我覺得那個燒烤不錯啊 對喔我忘記了 那個燒烤也好吃 對我覺得今天吃到 我覺得都還不錯 沒有什麼雷 然後那地瓜球 我們剛剛講的太少啊 它如果你整顆咬的話 其實是很Q 很有咬勁那種感覺QQ的 然後有一種那種炸的那種香氣 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太陽夜市還不錯 就是很大 然後停車場又很大 就在旁邊 感覺到這樣 很悶 這個星期六